路加福音 第十章 这些事以后 主另外指定七十二个人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 他对他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 你们要求庄稼的主 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 看 我拆你们出去 如同羔羊进入狼群 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行囊 不要带鞋子 在路上 也不要向人问安 无论进哪一家 先要说 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必临到那家 不然将归还你们 你们要住在那家 吃 喝 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 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就到大街上去 说 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 黏在我们的脚上 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 但是 你们该知道 神的国临近了 我告诉你们 在那日子 所多麻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哥拉逊啊 你有祸了 博赛大 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 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 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在审判的时候 推罗和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百农啊 你以为要被举到天上吗 你要被推下阴间 耶稣又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 就是弃绝差遣 我来的那位 那七十二个人 欢欢喜喜地回来 说 主啊 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全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绝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 不要因灵 服了你们就欢喜 而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欢喜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 而欢喜快乐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把这些事 像聪明智慧的人 隐藏起来 而向婴孩 启示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 本是如此 一切都是我父 交给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 子是谁 除了子和子 所愿意 启示的人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父是谁 耶稣转身私下 对门徒说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 那眼睛又浮了 我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有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 说 老师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是怎样念的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临如己 耶稣对他说 你回答的正确 你这样做 就会得永生 那人要证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回答 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 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拨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丢下他走了 偶然 有一个祭司 从那条路下来 看见他 就从另一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 来到那里 看见他 也照样 从另一边过去了 可是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路过那里 看见他 就动了瓷心 上前 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商处 包裹好了 扶他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他到旅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 他拿出两个银币来 交给店主 说 请你照应他 额外的费用 我回来时会还你 你想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 那人的邻舍呢 他说 是怜悯他的 耶稣对他说 你去照样做吧 他们继续前行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 名叫玛大 接她到自己家里 她有一个妹妹 名叫玛利亚 在主的脚前 坐着听她的道 玛大伺候的事多 心里忙乱 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妹 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主回答说 玛大 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 那上好的福分 是没有人 能从她夺去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